有些人就像我这样的 哎呀 这干啥呀 这个地方 我不是男人 得证明我不是无能数位 我就要证明这个 挣不挣钱不要紧 就在几天前 孔叔刚刚过完自己66岁的生日 按照过去的说法 66岁 这土都埋半截的人了 还这么折腾啥呀 可孔叔心底一直憋着一股劲 他之所以这么折腾 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要向前妻证明 自己并不是一个失败的男人 我俩没倒仗 没忘记了 那时候我不是说 上店亏了二十万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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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几年 九几年 我就看他把东东走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批箱呢 他没回答我 我一行 夫妻本身同流鸟 遇着大难鸽子飞 那时候孩子已经十多岁了 十一又十二 男孩女孩 男孩给我 我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 我眼泪滑滑呀 那我也得离了 你为啥 你太不讲究了 那我亏了二十万 还没说要你去还去 你这扯着了吗 一次生意上的意外失败 就成了孔叔命运的转折点了 按照孔叔自己的说法呀 自那之后 自己的人生啊 就彻底跌到了谷底 妻子离开后 自己的心里呀 永远都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口 提及过去 孔叔的话里呀 既有心酸也有无奈 现在前妻再婚 儿子也已经成家 平常的日子啊 咋的都好过 一碰上个年啊 解啊啥的 这想找个老伴的念头啊 就愈发的强烈了 这健康不健康的 这有没有病 这是主要的 别的不 没什么太主要的 什么好看来看的 也不生孩子啊 农村势力没说 有没有社保 没事 不在乎那个 他能觉得咱 这三天多个钱 俩人能生活就行 离开长春没事 我原先也没在长春待 到哪个城市 我都可以生存 孔叔说呀 现在这年轻人 找到合适的都不容易呢 到了他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难了 所以呢 只要是有差不多相应的 哪怕让他离开长春都行 这孔叔的最后一句话呀 让红娘立马想到了一位阿姨 在长春奋斗了几十年 现在在山东微海定居了 一心就想找个老伴 陪他去微海的崔红 崔阿姨 崔红56岁 离异两套房子 女儿已婚 来来来来来 罗培的红红不吉辣 这是崔红阿姨 这还正在忙着啊 你快忙你的 你忙你的 帮一会儿忙了 你忙你忙着 来来你们见面就先去留着一下 那咱出去吧 完了那个事儿 那我就早走一会儿去啊 那早走啊 来 我给琳琳来来来 自己拿着吧 我给琳琳来吧 来吧 琳琳来吧 咱这咋的的话 咋的的话比女人还有点儿劲 我咋知道她现在有个男人样 得这么说 说的我知道我是男人 我应该帮女士抵了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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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